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這一期要來講解KOF All-Star這一隻終極路卡爾 OK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他的90等圖鑑吧 就盡量簡短的講一下好了 好的那他是一隻紅屬性的格鬥家嘛 那是攻擊型的 他這個隊長技就是還可以啦 攻擊力加30% HP加15% 暴擊率加6% 整個加起來是51% 算是還可以 可以拿他來當作隊長啦 像是那個機師也是加30%嘛 然後還有加一些其他的狀態這樣子 那核心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他核心這兩招還蠻厲害的 還蠻厲害的 就是主動技能命中使HP回復3%嘛 這個主動技能命中就是只要他攻擊的時候 打到人就會回復HP3% 雖然還是不錯的 還是不錯的 那這個征服世界HP40%以下收到攻擊的時候 會5秒內獲得這個超級護甲 HP回復20% 那他的冷卻時間是45秒 這一招就是如果你在打PVP或是錦標賽的時候 當你一直被連打的時候 你只有一段時間可以反打 就是在觸發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會獲得一個超級護甲 然後可以來進行一個反打 因為你就不會被一直連斷啊 你可以反擊 大概是這樣 那是還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他這隻已經BUFF過了 BUFF過了 BUFF在哪裡 核心的話我不太知道他原本的狀態是怎樣 但技能的話我知道 技能的話就是第一招和第二招 技能1的話 他的這個 技能1是可以重置時間的 冷卻時間可以重置 那他的冷卻是15秒 比這個15秒還要再多5秒 以前是沒有重置的狀態 這個功能的 那有點像那個真靈 真靈因為核心的效果 可以把技能3 施放之後可以把技能2格 時間給冷卻 所以真靈的第二招是可以重置的 但是他的冷卻時間是20秒 比這個15秒還要再多5秒 我們可以帶大家去看一下 可能大家沒有那麼熟啦 看一下也沒關係 他的核心嘛 這個 ST鼓勵查力度 這技能3 那可以讓這個技能2 冷卻 重置 然後他冷卻時間是20秒 這是技能3嘛 然後可以冷卻技能2 OK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98路卡爾 這隻終極路卡爾 所以他的第一招是BUFF過的 可以連續施放 但是 第一招放完之後 敵人會躺到地 躺到地板那一瞬間 有的BOSS是可以閃開的 所以不一定接得到 OK 那這個巨人壓殺的話就是 他這招很厲害 厲害的點是在這個 他這個CD時間只有8.5秒 我們看第一招還有13秒 然後第三招10秒 第一招偏9 我覺得第一招偏9 那第二招這個8.5秒還不錯 那第二招這個8.5秒還不錯 你看他可以技能命中的死死 敵人7秒內降低15%攻擊力 然後自己又可以提升攻擊力26% 就是提升自己狀態 然後降低敵人的攻擊力這樣子 我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CD時間很短嘛 那第三招就是他的核心技能 核心技能就是他可以暈眩敵人 發一個氣功波 重力粉碎 但是他打不到後面的敵人 他這個氣功波 應該是可以打到地板的敵人 應該啦 敵人躺到地上好像也會被打到 打到之後會暈眩嘛 又會被擊飛暈眩嘛 然後重點是這個敵數以前也沒有 現在多了這個3秒霸體 加這個無敵 免疫傷害 大概是這樣 那 他的目前的排名 最強排名是在排在 第八名 那五六七八 六七八九好像都是 都自己知道我看一下喔 第六是封堅鐵拳忍 封堅忍鐵拳七的嘛 那第七是那個真靈 第八才是他 第九是那個機師 那目前PVP最強的還是 封堅忍吧我覺得啦 因為那個鐵拳太無齒了 可以一直無限連段 你就被他摸到之後 你就一直被他打到死啦 尤其是在那個 錦標賽很容易lag的情況下 你遇到封堅忍的話 兇多吉少啦 結果因為lag嘛 然後他又可以無限連段 那就沒辦法 會很麻煩 你只能靠 靠這個40%以下這時候 有這個保命技 五秒霸體 可以反打一波 但是他是紅色的嘛 那 紅綠 紅綠 黃 紫藍嘛 藍又克紅 所以他其實是被封堅忍可以克的 我覺得啦 我覺得 那如果你技術好網路好 可以打贏的話也有可能 好的那他的超必殺武器和三氣的傷害非常的高 這邊150% 那武器卡好像2000多%吧 但是他的距離非常近 你必須抓準一個人的位置 他只會攻擊一下 失敗就沒了 OK來看一下他的戰鬥卡 戰鬥卡的話 大家看一下 OK2300多%嘛 這個傷害是非常可怕的喔 大家注意一下 通常一般的戰鬥卡大概1700-1800而已 這張 這隻是2300 OK 那待會我演示就一樣嘛 演示史詩 然後打97大蛇 錦標賽我就不去打了 因為錦標賽還是很Lag 大概是輸多贏少吧 那因為目前這個時間 是半夜 我是半夜錄的 通常會在這時間還在玩的都是直卡啦 你遇到的角色不是鐵拳 就是那些猛角 那就 憑網路的速度 看誰順喔 不順的就被打死了 就這樣 所以這幾招的接法 我推薦是3211 然後超必殺 然後再321 然後就見機形式 看你哪個技能好你想放就放這樣子 OK 因為他很猛很強 所以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 就是 技能接法就是321 1 然後超必殺321 然後 CDGO 又可以再321 因為我的核心目前是用這隻嘛 我的那個緣分是用 減0.5秒 然後2張減CD卡 然後他自己就可以當隊長了 看你要用機師還是他 還是99k都可以 好的那我們快一點 直接來進行掩飾這個 指示任務 好先打這個千賀 千賀有兩波小怪嘛 沒關係 那看一下我們的狀態 呃 90等 核心一定是練滿嘛 這沒問題 然後這個裝備我們用2張減CD卡 然後超必殺卡 然後這個鐵拳套卡 OK 他就直接開打吧 然後他的武器 必殺卡 也是要對準啦 沒有對準的話只能打小怪而已 看你要不要去理小怪啊 打很快 因為他太強了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待會可以注意一下那些BUFF 死了嗎 我的第二招可以降BUFF 我們看一下 OK有出現一個拳頭下降 然後我應該是拳頭上升啦 然後第二招的發動速度蠻快的 但是距離會比較近一點 3的話是在螢幕邊緣 他的七公司 七公司可以站在中間然後發到螢幕的邊緣 這樣 我們來打一下那個雷歐娜好了 來第10關 前面有一些小怪嘛 那他三招的範圍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判定非常的廣 所以輕小怪的話也是非常的快 嗯 有沒有 非常的快 阿 七公雖然有距離 但是他可以打很多滴 他不是打一下就沒了 然後移動速度的話算普通吧 打到邊邊而已就沒了 然後一的話CD比較久 尤其是你放了兩次一嘛 所以你的一會連不上 然後這個 終極之行超痛 2300多% 傷害 有可能他會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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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死 可能屬性沒刻到吧 我是紅色的阿沒有刻到屬性 這樣就沒有了 他那個是有聚餘 超必殺是有聚餘 而且我看到我一直在回血嘛 就是只要技能命中 我的那個HP就會上升 就會回復3% OK 那打這個瘋娜吧 他沒有那個AP耶 吃一下吃一下 這隻也許之後會再重置吧 我覺得 他還算前10強吧 目前排第8嘛 我們剛好看 看一下應該是排第8吧 對啊第8 第9是機師阿 那 這樣囉 我還被他擋過 我就說 就是因為他那個 兩招銜接會 稍微小困難 因為你是敵人 彈在地上的彈起來 那一瞬間去接到的 所以你有可能會 被他躲過阿 有沒有可能被他躲過 有可能被他躲過 隨便接阿 因為 他的 三那個起手都非常的強勢阿 但是三最強勢阿 三就無敵加霸體 你說強不強 還可以把人家打暈 我是覺得超強 然後在地上的話還可以被我 三給打飛 打暈 打暈加打飛 OK 那我們再來掩飾一下那個 97大蛇吧 因為這隻太強了 強到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需要講 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他很強 我只能這樣說他很強 然後接法也非常簡單 就是 就是 沒什麼需要 特別注意的 那我們就打這個大蛇阿 推薦戰略2萬1 那我們當然是 壓勝 我們2萬4 直接把他吊打 吊打一通 好不好 用這個機師就可以了 機師的話 讓能量產後 回復比較快吧 我們就可以一直放必殺 一樣 看他過不過來 這邊有可能被他閃掉 被閃掉的話就算了 我們就接個超必殺 你不接也行啊 你可以再放3-2 3-2是可以放的 哇 我失敗了耶 我失誤了 哇好像被他閃開了 還好有打到 大概一個人的距離 戳下去就死了 就這麼簡單 我還沒叫幫手 就是 前幾集做完那個誰啊 羅力城有沒有 羅力城因為他沒有免疫嘛 沒有無敵嘛 雖然有霸體但是 還是要叫幫手 然後好的幫手出來 然後 來跟他對抗這樣子 那路卡完全不用啊 路卡那個氣功真的有點OP啊 對吧 自帶暈眩 然後 自己又無敵 霸體 用這隻也可以啊 那我們用這隻啊 這隻是加60% 好吧我們用這隻 這隻是保羅 但是是扣10%HP嘛 直接發氣功 然後跑掉了 沒辦法 有沒有3211 321 然後超必殺 然後再來321 TD該CD也好了 但是沒有重置了 就不能重置了 哇 被他瞄到了 然後他霸體也 就是他只有這一瞬間可以打贏我 就是 裡面有在那個 在那個 他霸體之前打贏他 你有可能會被他反殺一波 因為我沒有屬性相剋 我必須用綠色才能剋他這個 黃色吧 我們不要用這隻 我們一樣用基斯好了 基斯這個能量槽還不錯 可以讓我們比較容易的放超必殺 那我再來掩飾最後一場吧 他不是往後隊就往前衝嗎 我不管 我就直接放氣功了 用氣功還是打到的 哎呀閃過了沒辦法 我們那個 發氣功名義真的還蠻強的 完全可以跟他硬槓 好 找基斯出來 好 結束 就打起來比那個羅力城還要更猛 我覺得更猛 可能戰力也有關係啊 戰力也有關係 因為2萬4 羅力城那天測試才1萬9 前幾集測試才1萬9 有差啦 1萬9跟2萬4差了5千 然後這隻有免疫啊 霸體免疫 就是說如果你沒霸體沒免疫 沒暈眩 不要去打錦標賽 穩死的 我保證穩死的 你隨便一隻封金錢就把你玩死了 尤其是網路lag的時候 你會覺得啊就lag了 沒辦法 我根本就沒辦法噴斷他在哪個位置 那你摸到他 他還可以跑掉 他摸到你你跑不掉啊 你就被黏死了 這邊就直接被黏死了 就是這麼慘 那我就不掩飾了 因為有點慘 lag lag然後鐵拳的角色太猛了 我這邊也放鐵拳啦 我也可以用鐵拳腳 就是大家用鐵拳腳啊 你不放一隻的話你很難打 你可能被他1打3啊 真的很有可能 只要lag然後被他黏住 你就被他活活捶死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剛剛有玩過啊 我有贏有輸啦 就是輸贏都有啦 當然就lag嘛 我不知道這lag能不能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改善 但是因為我本身也不太打 不太打錦標賽 只是說 可以掩飾給一些想打錦標賽的人參考 如果你有這些猛腳的話 記住喔 沒有紫卡的都不要來打 除非你有這一隻 這隻大概是一隻 非紫卡PVP算最強的 目前國際服 我覺得這一隻啊 不過他就是真靈嗎 不然就是機師啊 不然就是斯杜卡爾 就自己隻啊 連這個羅力城都排不到前死了 在日服的那個網站上排不到前死 那大蛇山那組不用看了啦 沒有無敵的話真的不要去 去的也是被虐啊 好的 那這一隻 真的很強 真的很強 因為他BUFF過了啦 BUFF過了就我剛剛說了嘛 技能重置 然後還有無敵 霸體 這兩招 第一招CD重置嘛 然後第三招是無敵加霸體 3秒 然後自己的核心可以那個 可以救自己一命 就是在PVP或是錦標賽 或是剛剛打大神 我不知道大神應該 我不知道有沒有注意耶 大概是這樣啦 大概是這樣 那什麼時候會重置也不曉得 因為 國際服才開兩個多月而已 就出這麼多角色 有沒有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啊 征服世界這個還蠻不錯的 有點像那一種三倒一八 那種救自己一命的感覺 最後這種感覺我看一下喔 就有時候打那個 對戰的時候會打AI嗎 AI有時候遇到 這隻我都很怕 三倒一八 為什麼很怕 因為 他有這招啊 你以為你要打死他了 很抱歉喔 無敵喔 4秒 然後他就反打你一波 你就輸了 真的很討厭 對吧 所以那個你在錦標賽 遇到三倒一八啦 或是杜卡爾啦 都要特別小心 然後那機師是因為他的傷害太可怕了 機師啊 我覺得真靈的AI 倒是還好 那機師的話攻擊很可怕 傷害很可怕 他傷害真的還蠻可怕的 好的那這一期的介紹就到這邊吧 只是這一隻現在目前抽不到 卡池沒有 但是因為他還是很強啦 那我就把他講解一下 玩了一下 然後有什麼心得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然後大概怎麼操作 技能怎麼接跟大家介紹這樣子 也算是慢慢補齊我之前沒講的角色吧 因為角色真的好多喔 就是你每天能講的角色真的是超多喔 這麼多角色可以講 對啊 這麼多好的角色可以講 像那個萬聖傑我都還沒講完 萬聖傑我還缺庫拉嘛 然後還有這個 這隻雪魯咪也還沒講 萬聖傑這兩隻女角我都還沒講 也是要抽空來講一下 這個馬丘我有講嘛 還有這個安琪我有講 這四隻女角也會找時間來補齊這兩隻 庫拉和這個雪魯咪 好 那先這樣囉 希望這一期對大家有什麼幫助囉 對這隻路卡爾 終極路卡爾 有buff過了 我覺得很滿意 還蠻強的 分數目前是97分 呃是在紅屬性裡面排第一位 跟機師一樣 都是97分 好的那這一期先到這邊吧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走! 我們下期見